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视剧领域的地位非常高 无论是玉谷摇 梦中的那片海 还是焦阳伴我 都成为了经典之作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 他们已经对这些谣言不屑一顾数据证明一切 公正的评判不会饶有偏见再怎么争论 也无法改变肖战的实力和影响力 他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同时也是一位传递正能量的偶像 焦阳伴我的热播只是他众多作品中的一部分 既是他的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是他品质粉丝的支持和爱戴 我们不需要过多解释 数据已经说明一切对于那些故意制造话题 挑起对立的人 我们只需要保持谨言慎行 专注于我们自己 肖战是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和偶像 我们诚心祝福他一切顺利 对于破坏路人员 黑粉是有心得的 逢人就说胡了 看到作品就说破了各种黑各种潮 不遗余力地打击口碑 这一切都是因为肖战连播三部作品 流量断层 口碑也断层这么可怕的事情 他们怎么能不怕 再让肖战这么演下去 爆款的标准会越来越高 长此以往下去 就更加爆不出来了吧 他们怎能不心慌 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 挑战自己 突破自己需要莫大的勇气 在这个快节奏的小视频时代 观众可不会给你试错的机会 吃透角色 理解精神 才是演员对作品的最大 贡献像肖战这种演一个角色 换一种气质的 能把反差如此大的角色 演得各有千秋的艺人 越来越少见了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 承认这个客观事实 这个长着一张梦幻偶像脸的男人演技 就是好 这就是为什么肖战顶了五年 而内娱每一个能对打的 都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肖战的换魂式演技 是能让黑子都跟着发疯的演技 明明顾魏和盛阳式相仿的年纪 他却可以把角色完全区分开来 盛阳的青涩感和顾魏的沉稳 都藏在肖战的体态和气质里 既自然松弛 又精准无比时间魔法 再次闪现 其实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肖战会在进组前专门地花时间调整 让整个人无限向角色靠拢 比如 盛阳带着点毛茸茸的活泼感 而顾魏更多是严谨的 利落得有些人总是搞不清楚问题的关键 观众要看的是演员的演技和剧情 而不是流水式的复制粘贴与其浪费时间和金钱去破坏别人口碑 不如用来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把剧本读明白一问三不知事的演技已经不吃香了 哪怕有黑通稿连续不断地狙击肖战 焦阳帮我依旧开出了好成绩黑字响的事 三人可成虎 众口能硕金可他们明显忘了 真金最不怕火炼 真正的好剧不是套路和诋毁就能埋的 肖战用一部部作品踏踏实实走出来的路 不会被小表格强拆 亦不会人言击垮近年来 中国内地娱乐市场迸发出众多被受欢迎的男演员 其中肖战凭借快速地展露头角和持续的进步 成为备受主目的人气偶像 他的娱乐事业起步于2015年 自那时以来 他不断积累演出经验 但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 是与王一博合作的古装剧 陈情令这部剧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知名度 也赢得了大量粉丝的喜爱肖战不拘一格 积极参演各种类型和风格的影视作品 展现了自己多才多艺的魅力和实力 与杨子合作的余生 《请多指教》是一部都市情感剧 讲述了两位心理医生之间 从相识到相爱的故事 肖战在剧中饰演林晨曦 一个阳光 勇敢 坚毅 有理想的海军飞行员 与李沁的出色表现备受赞誉 被网友们欲为孟海夫妇 不论与哪位女演员搭配 肖战都能完美诠释角色 通过多部热播作品 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人气和地位 现在 肖战即将再度与杨子携手 主演古装剧 《剑指同门》 这部剧改编自网络小说 同门 讲述了两位武林高手之间的恩怨情仇和江湖风云 肖战在剧中饰演陆飞云 一个正直 勇敢 聪明 善良的武林英雄 这次的合作备受期待 肖战与杨子将再度呈现出火花四剑的默契 成为该剧的亮点 《剑指同门》 计划于今年10月开机 预计将在明年上映总之 这部古装武侠大剧以网络小说 《同门》为原著 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武林传奇 肖战再次挑战古装武侠题材 人们期待他能再次创造经典 同时 肖战与杨子在古装剧中的首次合作备受期待 相信他们将为观众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火花和感动 该剧已经引起了观众们的高度关注和期待 必将成为明年最值得期待的剧 之意肖战凭借多部热播作品的成功 已经成为一流演员 他即将主演的古装剧《剑指同门》备受期待 将再次与杨子携手呈现精彩演出 这部剧的阵容和故事情节都令人期待不已期待早日官宣 娱乐圈 一个可以一夜爆红 也可能一瞬间跌入谷底的地方 是无数竹梦者的天堂 也是禁区 这样一个奢华规律 却又暗流涌动的圈子内 有人声名大噪 名利双收 也不缺乏失去一切或是平平无奇的人 肖战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当红明星 立体干净的五官 温暖和煦的笑容是他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 但是 尽管是一夜爆红的幸运儿 更是无数时尚大牌的闯 肖战能有今日的成绩也绝非是一帆风顺 平步青云而来的 而是经历了跌入谷底后的 成熟与处变不经陈情令的播出 在一夜引爆了各大平台 如一记深水炸弹一般 炸出了今天的水花 一夜之间 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都红遍了大街小巷 成为了绝大多数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 肖战正是陈情令的两大主演之一 饰演的魏无羡也一夜之间成为了无数女孩的梦中情人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看似玩世不恭的态度 实则锋芒暗藏 肖战很好地诠释了魏无羡身上独特的意正意邪的气质 其优秀的演技恰到好处拿捏了人物的精髓一夜之间 顶流横空出世就当大家以为自此往后 肖战会在流量明星这条路上越走越好时 一件意外事件 将这个刚刚登顶的年轻人垂落谷底227事件 当时轰动全网 而肖战虽不是事件的发起人和参与者 却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这也使得肖战刚刚发展起来的事业毁于一旦而最令人唏嘘的是 肖战本人全程并未参与事件 却要承担下所有的过错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数个品牌与其停止合作 各大媒体平台下面骂声一片 所有人纷纷举着正义的大旗 喊着抵制之词 可是他又做错了什么 长达三年的网络暴力 大家都以为这颗新星将就此消沉 却没想到 他以另外一种瞩目的方式 回归了大众视野 不挑剔咖位 很少接综艺 他在这段时间里全心全意地磨练着自己的演技台词不好 就去拼命练习自己的发音和语调 形体不漂亮 就去通过运动 训练 改善体态问题 同时 他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涵养 参加央视的文化节目 中戏的孝庆活动梦中的那片海开播 肖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富有年代感的军大衣 地道且带有点口音的台词 即使与老戏谷合作也丝毫不怯场这部剧上线当日 便拿下了多个冠军 开了个好头剧中 肖战明显已经退去了青涩的少年感 而有一种沉淀过后的成熟感 这都是他努力的结果 以最好的自己狠狠反击了当年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对他的诋毁更多时候 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不要被网络上的偏激的 片面的言论带偏 即使处在混乱繁杂的信息中 也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面对重伤时 更要相信自己 保持初心 坚信打击只是一时的 终有柳暗花明之时